可没有16册的这个 这个神奇小车我们的 三到八岁推荐全套77册 这样是比较好的啊 然后我们的冯凤她已经来了 她没有迟到啊 这是一个不爱迟到的小可爱 就是在我的眼里 冯凤就是一个小可爱啊 不管是在这个 特别逗啊 就是我我我那个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她还没上来 等会儿她上来你再送啊 就是 她不要送 什么东西啊 冯凤说你这越描越黑了 我这个好好找她也多看看 就是小可爱 你们能理解不就在我印象里 冯凤一直和我差不多搞 然后有一天冯凤走我边 我说哎 你怎么那么高啊 她就是在我心里 就是一个小可爱 就那种 你特别特别想保护她 那种小可爱啊 冯凤来了 冯凤来了 刚开完 是不是刚开完会 那个吃上饭了吗 吃了啊 那行 那行啊 好嘞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散会都 你看看 就是虽然我没有在现场 但是咱们这个 这个推理 推理能力可强了 来 什么东西 我是个大聪明 谢谢您啊 我是个大聪明 就是真的 我应该跟冯凤说过 就不管是 就冯凤的脸可小了 就是很少有人 比我的脸还要小 所以在我眼里 你看她说比我高特别多 我还说呢 我说冯凤站这没事 和冯凤都矮 然后她那个不会出镜的 不会不会不会 她来了啊 她来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冯凤 赶快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应该去介绍的一些品 咋了 你嗓子还疼了呢 疼着呢 刚才讲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咱们不是在大号都得三十小时的人吗 就得一次 你知道我这前台词是什么吗 怎么到咱们图书号还咬下来了呢 咋回事啊 没有没有 其实我感觉啊 我就再耽误你一会儿 你来 那个就是冯凤她在咱们图书号里面 她特别能够淋漓尽致的 去挥洒自己的这个才华 你有那种感受吗 所以她讲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用力 然后那个嗓子用的就这个 比较那啥 然后那个就是还得 吃猴宝 但是以前没见她这样 吃特别吃 原来特别吃 是吧 假装坚强 那冯凤要给大家去介绍的品 是咱们的爆笑小骨文 好嘞 好嘞 这有清醒澎湃 来 把这个我讲过的给它收起来 那开始我们冯凤的介绍啊 如果大家一会儿 这个那啥的话 就自助下单 自助下单 让它尽情挥洒 然后讲的慢一点啥 大家也都理解理解啊 来 去吧 谢谢飞剧 好了 我们今天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书呢 就是爆笑小骨文 这个书呢 适合的年龄段 咱先说一下 如果咱孩子是小学生 或者是初中生的话 那就特别特别适合这套书 那个文言文呢 是我们在这个语文学习当中 肯定是卖不开的这么一个章节 一个板块 而且呢 在考试过程当中啊 它也确实很重要 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爆笑小骨文呢 这本书的好处在于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啊 对文言文首先不要先有那种畏惧感 如果你到了这个初高中的时候 上来就学什么腾王阁序 岳阳楼记 然后什么这个小时谈记 确实会比较难一些 所以呢 在这个小学的时候 或者初中的时候 先让孩子们呢 能够对这些故事有一些了解 他看到这个文言文之后呢 并不害怕 这是很重要的 来 这个爆笑小骨文啊 都是节选自中国古代一些 比较幽默的这种 文言文的故事 因为古人嘛 一般写成文字之后 一般啊 大部分都写成文言文 只不过也有写成这个白话的 那就叫小说了 来 咱们来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故事叫头嫩 你看它有拼音 所以很适合孩子们去认字 一个人去理发 头皮被理发师弄伤了好几处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理发师说你头皮太嫩 把它养老了 再来剪吧 然后呢 它信以为真 魔镜魔镜 谁是拥有世界上最老的头皮 很久很久以后 它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夏天的风 我永远记得清楚地说 吐勒 这是一个小故事 这是用今天漫画的方式 先给你表现一下 而且画的也是很搞笑 你不觉得吗 非常的幽默 然后呢 你看翻过来 就是这样的 当年文言文的原文 一带照替人剃头 才举手便所伤甚多 乃停刀此主人曰 此头上嫩 下不得刀 且过几时 孤似其牢牢在剃吧 然后 下面呢 有这个字音的解释 什么叫代照 对理发师的称呼 才就是刚刚的意思 奶就是于是旧的意思 奶 这可是文言文经常经常考的 只能点播到这了 然后呢 这个四就是等候等待的意思 然后这边是一个 一文 一个剃头将给人剃头 才剃了几下 就伤了多数头皮 于是放下刀子 跟主人说 你头皮太嫩 下不了刀 过些日子 等它长老一点 再来给你剃吧 然后下面呢 有这个码 我不能给大家看哈 大家到时自己去扫 扫完以后呢 就可以这个去听 报效版和朗读版了 这就是咱们的 报效小古文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 更多的去了解 该如何去 从文言文入手 从哪入手啊 搞笑轻松的去入手嘛 应该没有人会 不喜欢幽默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更多的啊 用这种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去入手 那么将来呢 等到他们再去 学那些 真正晦涩难懂的文言的时候 就不至于说 连眼一抹黑 或者是完全无从下手啊 这就是报效小古文 一共是三本 中国古代很多笑话啊 都出自于什么 笑领广记 或者是近代的时候 那这个 咱们有什么纪晓兰啊 这些比较幽默的学者们 他们都写过很多这种古文 所以这个是适合 我们的小学生啊 包括初中生 也是可以去看的 大家可以给孩子们去拍一拍 而且再有一点 就是我们也 期盼着啊 就是咱们亲子一起去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家长陪孩子去学习 咱们不用说真的陪他 一直倒下去啊 不用的 每天20分钟 半个小时 总能抽得出来这个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让孩子们呢 能够跟着家长一起啊 家长也可以长点知识嘛 对不对 我们也对文言文 你去看一看 它虽然是文言 但其实未必是你完全看不懂 毕竟我们都是受这个中国文化影响而长大的 那么下面还有这个译文 是能够让我们积累很多的这种词语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古今意义 再有呢 这边有这个现代文的翻译 旁边下面还有这个二维码可以去扫 你们可以去朗读然后可以去听书 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 所以爆料小古文推荐给大家 它呢39块8到手呢是三本书 然后呢适合的是小学生和初中生 高中看它呀就不太合适了啊 但是小学跟初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家长带着孩子们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对文言文首先不要害怕 这样的话将来等到他们真正去学的时候 才能够那么不那么的这个窘迫 能可以相对来说得心应手一些 而且这些是幽默的方式带你去领略文言文的风采 我们也能够积累一些笑话的同时 同时这个学会怎么样去学文言文 然后对文言文的惧怕程度可以降低啊 来 这就爆料小古文 大家可以给小朋友们去拍一拍 非常好的一套这个书籍啊 接下来是这个 如果历史是一群妙啊 来 这个书呢 1到11已经全都有了啊 大家可以给这个孩子们去拍 或者您呢就喜欢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去看历史 那这书也是极其推荐给大家的啊 初一可以看小古文啊 没有问题 小古文呢是1到6年级到初中都可以啊 然后这个是 如果历史是一群妙 它呢是1到11册 如果之前大家买过1到10的话 那您现在可以单拍11 然后前到前面这10本的话 那就必须得是一套了啊 这个大家就可以这个自行下单 那这个书呢 它是用三格漫画的形式啊 来给我们去讲历史的 目前还没出完呢 第11本呢 现在到了南宋和金的这段时间了哈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书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搞笑 就是它是用几只猫来扮演成历史人物 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穿越回 这些历史的深处啊 去看看这些点点滴滴 你大概其可以知道 这当时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 包括是历史基础比较弱的一些人 知道这个时间顺序 对吧就像我们学古诗 你得知道唐诗 唐朝分几个时代呀 大概其有多少个皇帝呀 他中间的节点是暗示之乱呀 你得有这个 比如两宋 南北宋它的交接处在哪 然后每一个大概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你没有时间作为线索 那你是不可能把这个语文历史什么学好的啊 来 皇帝到处飘 军阀到处搞 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情况 在这个大家不理国家死活 只想捞好处的时代 倒是有一个喵一心想着救国 他就是曹操喵 你看想不到吧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 其实曹操早年间也是一个屠龙少年 只不过后来自己也变成龙了 来我们看 如果这个只是漫画的话 各位家长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是吧 但其实你看旁边这个黄框那边哈 白兽仪的中国通史 汉县帝留邪 被董卓截至长安后 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然后这边范文蓝先生 这大历史学家 然后中国通史简编里边 留邪也就是汉县帝 在位时期 镇压起义的农民军阀们割据土地相互攻杀 然后这边是张大可先生的张大可文集 三国史里边引了一段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四分五裂 天下生灵干脑涂地 你看这就是这个旁边有一些历史学者们 包括从这个真正的古籍当中 你看这儿是选字 陈寿的三国志 五帝纪里边 太祖五皇帝姓曹 惠操自梦德 然后这旁边张大可引了一段这个文集里边的画 也就白画了 所以你看它是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孩子们的需求啊 来拍这个书 然后如果是成年人就是想戏谑轻松的看看历史 那这书也很推荐给大家 它每隔一张啊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剧场 然后呢是更加幽默的 这种搞笑的故事 然后旁边呢 给你来一个这个小人物的一个简介 当然这个跟历史都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接着进入到下一张 然后比如说这个关东联军 而且它标题啊 其实起的挺正的 家长可以放心的给孩子们拍啊 这书剧畅销无比啊 你可以看一下 就以三国这篇为例哈 你看这边是黄昏时刻 乱世重林 关东联军 逐鹿中原 孟德崛起 关渡对峙 统一北方 江东猛虎 孙权首页 然后是 没落贵族必争之地 孙流联盟 赤壁之战 你看耳书能详的故事 然后用这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给我们看一看历史深处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间线啊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这个直接拍 一到十册 是这个原来出的 现在刚出的是第十一本 如果之前买过一到十 直接拍十一就行了 如果没有买过的话 完全没有看过的话 从一到十一直接拍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优惠的价格哈 大家看这书原本定价 一本是59块8 挺贵的啊 确实挺贵的了 单本 当然其实很精美哈 但59块8有点贵 大家如果去其他网站看 你会发现价格是40多 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买是28块多钱一本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这去拍 一到十一册 或者如果你买完一到十一 卖一到十的话 直接拍十一也是可以的啊 特别漂亮 我非常喜欢我们把这个 如果历史学习标摊开了 你看这特别赏心悦目 你看 非常赏心悦目啊 特别漂亮 现在还没出完呢 已经出到这个南宋了 然后大家敬请期待 这个书慢慢会继续出的啊 来 可以的可以的啊 可以 这就是如果历史学习标 看 超20亿阅读量 知识萌满第二卷 这个这么多人都看过了 如果咱们的小朋友还在坑哧坑哧的 对历史本来一定的兴趣没有 然后呢 现在去靠这个 逼着他去学历史 那么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而且请一定记住 历史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 你要想学好语文 然后你的历史不可能差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想学历史的话 你又必须有地理的基础 而你在学历史的过程当中 哲学 艺术 经济 包括文化 还有这个政治 全部都会融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 叫做大文科 所以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里面都是用三格漫画的形式 黄字段都是选自明家的这个书籍当中的节选段 或者就是历史的正文 比如出自于史记的什么自治通鉴的 对吧 这个24史的 都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放心给孩子们拍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直播间里的价格呢 是很美丽的 大家如果在直接去书店里买 那59块钱一本 这毫无疑问的 然后呢 如果去网上买的话 40多 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呢 是28块钱 就按单本价格 是28块钱 大家可以闭眼去拍啊 这就是全球通识 不是 这就是如果历史记忆去瞄啊 暴露了 我想讲哪个 哎呀 真是 嗯 嗯 那其实我再暗示他们啊 没问题啊 来 这个 第一到十买完之后 大家可以这个直接 啊 这个拍十一了 然后如果完全没买过的话 建议把一到十一全拍了 贵 但是绝对 无超所知啊 您就记住了 书永远是最便宜的奢侈品 而且你可以一直看下去 而且文化的这个流传 就是靠这样的方式啊 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拼音启蒙 现在还有多少人啊 能够非常仔细的 非常了解的把拼音给我们讲一遍 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了 我们虽然生活中大量的在用拼音 对不对 但实际上有很多人都已经把拼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忘却了 啊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 小朋友们一定要学拼音 因为大家 其实这个给大家先隐身一个小知识啊 这书大家可以闭眼给孩子们拍 一二年级 包括幼儿园 完全可以看啊 二年级稍微晚点了 幼儿园到这个一年级 这个书是这样 跟大家说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 今天这个时间段 二二年嘛 我们往前倒几十年 你知道西方有多么就是 就是不能说那个词啊 就是西方有多么那什么我们 因为中国文字啊 大量的是什么文字 是象形文字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你看比如我姓冯 对不对 对吧 那这个马字 你明显看到它是个象形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个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这种拼音 在这个西方这种文字当中 包括哪怕说日语韩语 它都是拼音文字 你看到那个评价片价都是拼的 而当时我们就没办法 这个去用电脑 因为当时西方人就论断 说你们这么去做的话 要把中国的这个文字 是没有办法用电脑的 后来我们非常了不起的 弄出了一个无比打字 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 对不对 叫无比 那么后来我们再一次 这个重新从古籍当中去寻找 然后再跟这个汉字当中 进行一些这个删减之后 最终我们才形成了 现在的汉语拼音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学拼音 对吧 然后来进行打字 你看现在大家基本上 都会用这个拼音打字 来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先看生母 来 我是生母波 波罗的波 广波的波 清清水波的波 也是我 你看 然后这个是波 然后这是一 然后波一鼻 对吧 波一鼻 所以就是这个生母加上育母 然后给孩子们去念啊 这个家长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对吧 这个因为咱们大部分也都用这个什么呀 拼音嘛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 可以给孩子们去讲 如果小朋友们真的等着上学以后再去学的话 是不是有点晚了 对吧 这个是必须得提前进行的 而且让孩子们早点认字 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往前提 什么东西都等到我们发现 输到用时方恨少了 这是不是就有点可惜可怜了 来 棒球 然后 北极熊拥抱 斑点 海豹 背壳 背壳也行 所以这是波 然后你看这儿教你怎么去书写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来的 这个 四格三格 不是不是 这个格子叫什么 四线三格 对对对 叫四线三格 对吧 小时候我就把它跟五线谱分不清楚 四线三格 然后家长们呀 可以教孩子们拼音 但是这个自音自行什么的 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啊 去去进行 但是孩子们先把拼音先学会了 嗷嗷嗷嗷 对吧 哎为嗷嗷嗷嗷 不破莫佛 德特勒勒 这些一定要混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孩子们这个阅读就会特别的慢 我们有非常多的带着拼音的书 比如一会给大家介绍那个金波爷爷的书 包括我们的山海经 都是有这个拼音的 孩子们就可以自己阅读 他就可以把那些故事 早早的就了解一下 而且是他自己阅读出来的 他就会有成就感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一定要说一下 我们不要怕这个孩子们说 单位时间内懂的东西太多了 会不会影响他 绝对不会的 一定要会拼音 而且今天正因为我们有了拼音 所以文化才能够传播 大家想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拼音文字都已经有了 为什么我们的汉字还能够继续存在 你们知道曾经我不能具体说国家了 这个有点敏感 咱们周边有一些国家 包括曾经我们 自己都有过这样一个迷茫的时候 为了去普及文化 要把汉字给废除掉 当然只是有些人提出这个想法 最后没有落实 这是对的 如果只保留拼音的话 你知道会落到什么结果吗 那么有很多字音字形 它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对吧 就比如说哈 这个 这例子不行 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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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还不讲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大家就明白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拼音跟汉字是并不冲突的 所以它能保留下我们很多文字当中真实的含义 这非常之重要 现在个别国家都已经是这个只用拼音文字了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会有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同意的东西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打出来哈 我们今天念哪两个词 随便随便想哈 念哪两个词 它的发音是完全一样 但意思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来给我们编导出个题 咱们现在念哪些东西 它的这个这两个汉字哈 发音完全一样 但是其实意思根本不一样 比如说什么 我们想想太多了 太多了 嗯 哎真好 大家太厉害 比如说蜜蜂和蜜蜂 对不对 哎蜜蜂和蜜蜂太好了 哎东西跟东西 对不对 哎太好了太厉害了 对吧 所以就在意见啊 跟意见 对吧 哎大将跟大将 没错爱你跟爱你 哎太棒了 太厉害了 你看这些是不是就是 如果你想如果只有拼音的话哈 现在真的有很多国家 曾经在他们的历史阶段里边 废除过那个 真正的这个字 然后敢用拼音 为了普及文化 就全用拼音 最后造成的结果 势力跟势力 没错太棒了 缝缝跟缝缝 利器跟利器 哎 对 你看你真有利器 跟你真有利器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个是这种焦躁的心 一个是很有力量 对不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拼音 跟汉字并行的一个 一方面你要知道 拼音能够增加我们文化的传播度 但同样你要知道 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 才能够让我们的文明千年不动摇 一直在这里流传下去 直到今天乃至于未来 啊 这个拼音启蒙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麻将和麻将 太好了 打麻将还是 还是战麻将 对不对 来下一个是咱们的 带拼音的书哈 爱的小雨滴 这个书呢 推荐给所有的幼儿园大班 和这个 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可以去看啊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书它的好处在于哪 首先就是带拼音 看 它是带拼音的 所以孩子们呢 拍了拼音启蒙的话 家长也可以给孩子们 直接拍这个书了 他现在会念这个字 对吧 不是 会念这个音 就很好了 而且你看啊 我们去学习语言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这个还跟小韩 专门有一次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咱们 咱不说那么敏感哈 大家觉得 语言的第一要义是干嘛呀 语言的第一要义 语言的第一要义 是不是交流啊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往往把学习语言当成什么了 当成一种这个 我要多懂语法 我要多这个这个 写出金句美文 然后对于对其他语言哈 然后我们要这 我们要那 你有时候忘了吧 语言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是不是表达 是交流 对不对 今天会有多少人 他可能能把一张 卷子上面的英语题 做到特别特别的棒 但是他真的未必有多会跟别人交流 真的碰到一个老外 他能跟人家做到对答如流吗 就算不对答如流 能够做到跟对方 交几句 交流几句 然后聊一聊 或许很难做到 所以这其实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很多人都学成哑巴英语了 对吧 中文也是一样的 孩子们在学语言的时候 他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 但他会说话 你看中国古代也是吗 不认字的人多了 但是会说话的人都很 这当然是大部分人 对不对 所以道理就在于这 一定要先学会表达 因此你会了拼音之后 孩子们就可以读书了 他读着上面这个音 他知道知道什么意思 吃西瓜 然后他慢慢的多看几遍 就知道吃西瓜 这三个字怎么写了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文化才传播下来的 而今天我们得到书籍 有多么容易啊 曾经那个时代 上层是垄断文化的 不让下层人说话 不让你们有文化 你们但凡想往上考 就一定要学文言文 然后呢 再去进行这种 十年寒窗苦读 然后再这个进士 先秀才 然后举人 然后再进士 然后再做官 你才能够进入到 那个统治阶层 多费劲 多复杂 但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书籍 小朋友们都可以 慢慢的掌握这些文化 掌握文字 你就自己可以去表达 自己想说的东西 然后想表达的情感 并且你的文笔会越来越优美的 来咱们可以看一下一篇短一点的文章 就看这篇吧 放河灯的日子 八月里有一天 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 听奶奶说这一天是中原节 是放河灯的日子 那天吃西瓜的时候 奶奶把西瓜一切两半 让我用小勺挖着吃 多有童真啊 这我们现在成年人肯定这么吃 吃到最后 西瓜皮变成了一只小碗 然后奶奶让我留着不许扔 我问西瓜皮有什么用呢 可以招苍阳 奶奶说到了晚上就有用了 吃过晚饭 奶奶找了一根红蜡烛 插在瓜皮的小碗里 我和他和我一起捧到小河边 点亮了红蜡烛 啊多么美的西瓜灯啊 我们把西瓜灯放在了 河面上 河面上闪烁着灯影 灯影和倒影 一上一下相互交映着 你看这就属于细节描写 这就属于是文学色彩 灯影和倒影一上一下相互交映着 什么呀 它是一个镜像啊 对不对 它是一个镜像 然后我们呢 我们目送着西瓜灯飘向远方去 我们的西瓜灯渐渐远去 从小河的上游 又飘来了莲花灯 茄子灯 南瓜灯 家乡的河变成了一条灯的河 中原节是干嘛的 咱不好说啊 在这最好不说 但确实是一个啊 那样子的节日 对不对 这咱都懂哈 农历的7月15嘛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 我们寄托了我们的哀思 可能这一个小小灯 在河面上飘下去 消失在我的事业当中 它带去的是 我给先人的一份祝福 是我给那些逝者 王者们的一些 这个可能里面 蕴含着我的情感 蕴含着我对他们想说的话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这就是文学色彩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知道 中原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它在我们的这个农历传统当中 代表着什么 而这样的一天里边 又被称为是 那个之门 不能说那个词 还那个之 两个不同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种哀思 是我们的一种相仇 是我们对一些已经不在的人 的这种怀念思念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这就是又有文学性 孩子们可以认很多的字 然后孩子们自己阅读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种成就感 并且能够学会写作 这就是给金波爷爷的书爱 爱的小雨滴系列 推荐给 一到 这个二年级 包括幼儿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 都可以去看的 这个爱的小雨滴 而且我每次基本上讲的时候 都会给大家来剖析一下里面的一些 写作的手法 对不对 就比如刚才那一段 咱算随便翻一段 随便翻的 一束黄成城的柿子 几乎都被摘光了 树梢上还留着一个高高的 谁也够不着它 不是够不着 只要是奶奶不让摘 她说要留给冬天的小鸟吃 好 看到这 首先我们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不要节责而鱼 对不对 学会了要分享 学会了要注重生态的平衡 学会了要有人间的乐趣 要有烟火味 我们吃柿子 觉得它很好吃 但是要留一些给冬天的小鸟们 因为在冬天 万来俱寂的时候 我们身边可能见不到那么多的动物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少了一些生气 而这个时候 我们留着几个柿子 这样的话 小鸟们 它们会带来叽叽叽叽的声音 会让我们的院落里边 会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充满了这种生的希望 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寒冬 就像你在寒冷当中 这时候突然间摸到了一个 有温度的东西的时候 那样相同的感觉 那么红色的柿子 却都掉光了 紧接着又下雪了 雪覆盖在柿子上 柿子上 像戴着一个白绒帽子 覆盖着白雪的柿子 不寂寞 你看覆盖着白雪的柿子 不寂寞 什么呢 写着手法 拟人的手法 对吗 寂寞的这种情感 应该是人类才能够有的 但是它给你附着到了这个柿子上 然后麻雀来了 灰雀来了 属于排比 还带来了许多不知名的小鸟 这样的排比 要学会去用 那么它周围在柿子 它们围在柿子周围 品尝着这甜美 甜蜜蜜的玉江 玉叶穷江 对吧 这又属于比喻的手法 把这个柿子 柿子也甜 对吧 但毕竟不是这种酒嘛 不是玉叶穷江 你看 这又是一种比喻 多少个写作手法了 排比 你人 比喻 对吧 当然你说是夸张也可以哈 来 一树的柿子都没有了 可是小鸟们依旧飞到树上来聚会 我告诉奶奶 现在咱们家的柿子属上 又长出了小鸟 你看 一个同趣的写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书 哪怕说现在孩子大一点了 他依然会感谢当年他曾经看过这样的书籍 教会了他写作 教会了他同一个事物 不要冷冰冰的文字去在那白描 你要增加情感 要有烟火味 要用比喻 夸张 描写 对比 反衬 正衬 还有排比 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运用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文章更优美 也能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更加鲜活一些 这个金波爷爷的书是适合一二年级 包括幼儿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可以去看的 然后呢 如果孩子们要再大一点的话 这个赵立宏老师的书 如果是三到六年级 可以拍赵立宏老师的书 飞来树系列 也叫树孩系列 这个书呢 里面也都是美文 小故事 字也很大 方便孩子们去做笔记 然后呢 可以圈出一些经典的好词好剧 给你念一段 这是一个隐蔽的地方 茂密的茅草把泥土覆盖得严严实实 树孩被金绒毛拖拽到草丛当中 眼前只有密密麻麻的结杆和草叶 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种写法就非常的细致 给大家念那个飞来树 来 我曾见到过沙漠的戈壁滩 在浩瀚无涯的荒季中 哪怕见到一棵小小的绿草 也会感受到惊喜和亲切 在严酷的自然中 一棵小草的出现 往往是一种接近绿洲的信号 更是一种生命的宣言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下次爬山的时候的场景 我们下次去这个野游时候的这种场景 你是不是都能够用到这样的写作手法 比如说我现在爬山很累了 但是当我看到 这个山上一个摇曳的小树 上面开了几朵 这个叽叽压压的小花 它虽然颜色并不鲜艳 但是在风中萦绕着 好像向我招手 那这样的话 它不但是一种我快到达山顶的信号 更是一种什么 生命的宣言 不屈不挠 这个立根源在破岩中 这种感觉 这种宣言要向事业宣称的是 顽强坚韧的生命 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都不会屈服 探号 也要学会用标点符号 增加这个语气 增加这个 在人心中的顿的这种感觉 而且你看这又用的是什么 是排比 坚韧的生命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 我建议排比的时候 要用三个 两个少点 四个多了 三个是最好的 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 或者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屈服 这样就更好了 我先给你挑了个错 其实不是挑错 没有说好与不好 没有说绝对的好与不好 但是我个人建议排比 用三个为宜 两个少点 刚才那个两个少点 四个太多了 所以三个 是比较合适的 三到六年级 来看这个 赵立宏老师的书 然后呢 如果是五六年级 到这个初中的话 那这个就非常推荐了 这个是丁立梅老师的书 这个书呢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看它里边教你阅读的方法 对吧 这个阅读有道 然后还教你什么呀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来 真题链接 看到了吗 这个我只能点拨到这里了 孩子们平时在考试的时候 嗯嗯嗯嗯 考试的时候非常之重要 然后 在这家具的摘抄 他静静的坐在旁边 雕琢时 他被自己手上的美好震住了 在一根再普通不过的胡萝卜 在眨眼之间 就能开出一朵朵小花来 女人的心一下子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来 生活也许避免不了苦难 但却从来不会拒绝一朵 萝卜花的盛开 你看 萝卜花咱应该都见过 对吧 小小学生那个手工课 都会让那个种个萝卜花 但其实 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见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嗯 小小的场景 就比如说家里边那土豆 哎开花了 就比如说家里边这个 一个花盆哭死的花当中 突然间哎又冒出一个小芽来 或者我们在路边的时候 偶然间看到一丛花 哎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映入自己的这个眼眸当中 这些时候 它是一些不经意的这种美感 萝卜花是啥 萝卜不是那个根吗 大家 就是萝卜 它其实不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啊 上面那个尖消掉之后 你泡水里不就能长吗 所以能长萝卜花吗 就这种 就跟你那蒜 发言的感觉不一样吗 也能长起来吗 就是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生活当中 的小小的 这种 不经意间的美好 所以你要用这种小点去打动别人 没见过 没见过那就回家试试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小学时候应该有这样的课 社会课自然课 白菜也行 土豆也行 白薯 萝卜都可以 所以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不经意间的美好 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有的时候你说那些名山大川 看到的只是什么呀 只是你见到的景象 别人读完之后 哇 心胸澎湃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见过 可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见到的 这种在砖缝里面开的小花 我们能够在这个路边 被一桶树叶打在脸上 这种时候的美景 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美好 或许很多人都经历过 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 我们可以给孩子们 用这种方式去教他们怎么写作 所以初中生跟五六年级的孩子们 都会用得到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阅读有道 看文字当中的炼字艺术 弗洛拜 这是莫泼桑的老师 弗洛拜教莫泼桑写作时 称呼事物 只用一个名词 要表现运动 只用一个动词 要表示性质 只用一个形容词 这就是炼字 作家都很重视炼字 力求用最准确最形象的这一个来表现 如萝卜花中 一朵一朵的萝卜花 就开到了人家的饭桌上 开到写出了动态的过程 顾客将带有萝卜花的小炒 从小摊带到了饭桌上 萝卜花自然就从女人的小摊上 开到了饭桌上 听懂了吗 这个萝卜花 甚至萝卜开花了哈 本来是做成一道菜的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开了萝卜花的这个菜 只是把它说 从小摊上摆到了餐桌上 是不是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常态的动作 炒完一盘菜摆到桌子上 但现在你用的是什么 因为这萝卜开花了 正常的时候我们吃的萝卜是不开花的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把这个萝卜花的小炒的这盘菜 给它开到了桌子上 开到了餐桌上 它仿佛就是我们在端这个菜的时候 这个萝卜正在盛开 有了这样一个感觉 但其实人人都知道 你炒的时候肯定就知道它是开花的萝卜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增加了一个 我们同一个事物当中又一个方式的 这种阅读文字的这种美感 它是一个现实当中不可能达到的 而且再有一点 大家想一想 这种时候你连电视剧都不能这么拍 对吗 比如说你要还原这个场景 你拍话剧 你说你演电影 你不能这么拍吧 它只有读文字才能给你这种感觉 你们这种感觉吧 非常浪漫 非常的有文学性 什么叫文学性 这就叫文学性 就是我现在炒的一个植物 它现在开花了 一盘菜 它开花了 本身我炒的时候知不知道它开花 知道 现在我说单纯的把这盘菜炒完了 摆到桌子上 没有意思 而我们现在比如拍电影 哪怕是开着花的菜 我也不可能作为特效 一盘菜 开花的到桌子上 你也不能这么演 对吧 观众该迷惑了 什么意思 只有你阅读文字的时候 它才能有这个场景 所以你知道吗 不用担心文章写作会被取代 哎呀电影多好啊 小说会被取代 永远不会的 咱就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 你会写文章的时候 一个人内心想法 只有在小说里能够特别细致的表现 他内心所想 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拍成电视剧 一堆心理活动 这人不说话 那就对着镜头 或者切侧脸 然后念那个毒白 然后反映他内心想什么 如果这样的剧情多了 是不是特别烦 这节奏感就乱了 所以你发现了吗 原著小说永远不会被这个 这个电影或者是 这种直观艺术所取代 永远不会的 因为文字它自有其魅力 文字本身是这种冷冰冰的 是一本书 它没有什么温度 但是文字可是有温度的 当我们这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再去读这样的文字的时候 你每个人叫什么 或千或白果然赫也 1000个人读哈姆雷特 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所以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学会练字你就能够这个练 你看这又是属于是 为什么要不能取代拼音 看见了吗 这个练字 它开了花的菜 本来不应该开花的菜 开花了 我说把它摆到桌子上 没啥意思 但现在我把这盆菜开到桌子上 哎 电影拍不出这个场景呢 对不对 拍出来观众就该蒙了 所以就是文字 对吧 能够带给你这样的一种美感 一种浪漫 一种我们在只有阅读的时候 达到的一种快感 你会 哎 妙 对吧 这种感觉 来 还有真题链接 贯穿全文的线索是什么 听完讲完这个 大家都知道吧 贯穿全文线索应该是什么呀 就是萝卜花嘛 对不对 这不就是答案嘛 然后 请你从人物品质 或者作品主题的角度来思考 以一朵什么什么的萝卜花的形式 给本文宠你一个标题 一朵的萝卜花开到了别人家的饭桌上 把这个字中的开 改成放好不好 为什么 一定要答什么 不好 而为什么不好 那么 人家后边的分析 包括刚才我给大家的解读 这不都懂了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答题就写嘛 首先就是 这个 它增加了阅读的乐趣 而且是电影电视剧 这种直观艺术不可能达到的 你只能写成小说 大家能够平添这样一份 阅读的乐趣 而不是看电影的那种直观感的乐趣 对吧 所以给大家最后再过一遍啊 这个带拼音的是 金波爷爷 爱的小语D系列 适合幼儿园 大班 中班和小学 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去拍 然后呢 如果是三到六年级 赵立红老师 飞来树系列 也叫树孩系列 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如果孩子们是五六年级 再到这个初中的话 高中其实也不是不行 如果这个语文成绩真的很弱的话 那么丁立美老师的书 推荐给大家 里面真题链接 分析文章 然后再加上这些好子好剧的摘抄 和各种各样的美文 以及本身人的这里边的文章 赵老师跟丁老师的这个文章 就经常会在小初高的这个考试里边 出现这样的阅读文本 所以只能说到这儿 大家可以根据孩子们的需求去拍 包括成年人 如果想读点美文的话 那么这两个都是非常推荐的啊 尤其是这个丁老师的这个书 都是那种小短文 非常容易看 在床头摆着几个 没准哪个 就变成您发个朋友圈时候的那个文段了 来接下来咱们讲这个三国史话 三国史话 喜欢这个历史的朋友们 可以来拍拍这个书 这书孩子也能看 至少是初高中 然后成年人就毫无问题了 床头读物 12块钱一本 还包邮 这上哪找这个好事去 吕思勉史学大家 那这个是 这都不是通俗读物的作家的 那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史学大家 吕思勉吕老 这个可以看一下 1884年 1884年什么概念 当时大清正跟法国打中法战争呢 就是大家听说过什么 这个镇南关大节 就是1884年那时候发生的事 中法战争是1883到1885嘛 然后57年就已经故去了 这是真真正正的史学大家 那么吕思勉先生呢 写了一本三国史话 他里面给你讲的是什么呢 是真真正正的背后的那些逻辑 他不是给你单纯的讲一下三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那些啊就是把历史停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浅的这个程度了 当然需要粗浅 没有粗浅你不可能深入啊 我不是抨击粗浅 就是只要看这个历史 你只把它当成故事的话 你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为什么 成年人有几个人看故事 很少了 我们更愿意看什么 背后的东西 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一些总结提炼 凝结出来的那些干货 这些才是吸引年龄越大的人 对吧 你能够去追求和让你为之神往的东西 所以这本书呢就是这个样子 给你分析宦官阶层 在东汉末所带来的这个好与坏 然后外戚阶层 以及黄金旗 也就是所谓农民阶层 然后呢 历史和文学 厚瀚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怎么强起来的 曹操怎么样一架许都的 然后 袁绍跟曹操之间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到底又是为了些什么 然后替魏武帝曹操变乌 被诬陷的一个人物 给大家来讲讲这个赤壁之战的真相 来 113页 你看很短 从赤壁之战的真相 看完它 多少页 从114到125 就10页嘛 而且每页的字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来 看啊 赤壁之战是三国史实的关键 唐使当时没有这一战 或者虽有这一战 而曹操胜了 那就统一之局 不会三分天下了 所以这一战实则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听清了吗 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辩证一下 易中天老师的品三国里边也说了一下 我们现在都明白我们要 大一统 对不对 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历史常态 一个长线 那么你看这个书里边 其实当时孙刘他们 干的是什么事 对不对 大家我点到为止 不能再继续说了 孙刘干的是什么事 其实是在干嘛 是在抵抗当时又一次的大一统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对吧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哈 所以你发现了吗 这就是历史专家 学者的角度 我们都会认为 哎呀太好了 你又被孙权打赢了 呀周瑜好厉害 诸葛亮好神 是吧 你都在搞这个 但其实你要知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耕大国 对吧 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 你大一统才能够更加适合中国古代这个农耕的这种发展 能明白这种感觉吧 所以大一统它是一个常态 你看春秋战国 我们辩证来看哈 春秋战国虽然它思想文化璀璨 然后那么多国家之间互相的争斗 然后这种纵横家 然后战争 精彩吧 但你要知道 这些就是我老说的 没有必要为古代唱赞歌的原因就在于这儿 因为那时候呢 真的是百姓们的生活 你发现有几个故事留到今天了 很少很少啊 更多的全是那些上面的人 怎么你方唱吧 我登场 然后怎么宫廷斗争 勾心斗角 然后攻城掠地 但你要记住 一将攻城万古窟 当你去把那些 这个著名的军事将领 那些所谓的历史齐谋 你在为他们点赞叫好 这个这个振臂高呼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背后都是多少这个士兵 对吧 将士们的流血牺牲 多少后勤的人 对吧 在那泥泞的土地当中给前线运送粮草 又有再有多少后方的人 在耕作为前线的人提供粮草和补给 能想象吗 所以这才是真正看历史的态度呢 所以你看 这样的一个当时赤壁之战的背景 你要知道 曹操大一统之后 或许可以让百姓提前几十年 过上好好种地的生活 但是三分天下 它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天下继续在混乱 百姓过得更加的生灵涂炭 我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或者接不接受 不接受没有关系 它正因为不接受 或者可以有冲突观点 才有值得论的这个 这个这个意义啊 然后要知道赤壁之战的真相 是208年 而三国的第一国建立 曹魏的建立是220年 所以当时都不是三国时代 就是东汉末年 东汉是220年灭亡的嘛 所以才变成了曹魏嘛 所以等于赤壁之战发生在三国嘛 不发生 赤壁之战发生在什么呀 发生在东汉末年 距离东汉末年还有12年的时间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最后哈 来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 真相颇为明白 用不着研究 其中有孙权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个谜 只有孙权决心抵抗曹操是个谜 毒屎的人都给曹 虽脱名汉象时为汉贼这两句话迷住了 你看这又是里面有故事 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 其中更无问题 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 安能作为定论 你看这就是史学大家给你分析的角度 刚才再加上刚才我说那个话 大家应该能理解哈 曹操想完成一次大一统 当时击败袁上以后 他已经把北方给这个搞定了 那么这时候如果完成一次大一统 是不是对于一个农耕民族 或许会有更好的可能性 我只说的是或许哈 没说绝对 也没说曹操家族师 师这个政部不好 都有可能哈 历史不容假设 但历史又必须假设 我不好说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因为毕竟是农耕文明 好了 这时候你看 拿这句话 对吧 来当成这个曹操是坏蛋 是白脸大奸臣 你看这话是不是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谁 出自于周瑜啊 对吧 你周瑜本来就是敌对方嘛 你的上司就是这个孙氏嘛 所以这样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 这种 他这个话 去评价曹操是不客观的 对吗 敌人评价你的话 怎么可能完全客观呢 对不对 你自己评价自己不客观 敌人评价你 也未必客观 第三方或者是后人 对吧 当完全基于所有史料的时候 再去评价 或许会客观 当然也可能还不客观 对吧 因为你可能你是谁的粉 你是谁的黑 对吧 这都有可能啊 来 更何况 据我所考据 看清楚啊 这考据了 用到这个词了 吕思勉先生说 何况据我所考据 曹操确心存汉事 并非汉贼 然则孙权决心 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 周瑜鲁肃等 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 又何在 这戏从公义方面理论 又从私义方面说 也是这样的 你看 严谨嘛 又从公 又从私 然后 赤饼之战 曹操固然犯了兵家大忌 然后呢 然而孙刘方面 也没有什么必胜的理由 最后我们来看结果 然则孙权决于抵抗 周瑜鲁肃 以地 窜得孙权抵抗 不过是 耗乱和 形险 侥幸 而已 所以历史是为什么 不要老拿结果去堆过程 就跟今天大家 评价赤壁之战 很多人都这样 包括我的 原来上学的时候 就是我 教学的时候 那些学生 跟我论 哎呀 赤壁之战我们学过 曹操肯定必败 为什么 第一 北方人不习惯水性 第二把那个 那个都都都连到 那个那个 那个一排了 对吧 所以船不好解决 然后第三 就是孙刘联军同仇敌凯 然后诸葛亮 神机妙算 周瑜什么 用兵得当 我的天哪 首先这个说法 完全基于小说 对吧 那小说本来就是 预设的剧情 对不对 可是 你要看正史 我们不能拿结果 倒推过程啊 你要拿结果倒推过程 那么所有的事 都成必然了吗 对不对 你对着一个成功的人说 你看 我早就说过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你看 他曾经这样 这样 这样 你看 都是为了成功做的铺垫 你看他多聪明 大家有没有 见过那种就是 分析那个小说家 或者是一些这个 历史名家里边 对吧 哎呀 这个这个小说里边 你看当时表现了什么 这种主意 他表现了这种心情 然后这一段文字 表现出 他其实早早的 对这个人就怀恨了 然后有的 有的比较理性的观众 就会说什么 那可能作者 都没想这么多 对吧 就像鲁迅先生 说那窗帘的问题似的 对不对 所以确实是这样子 窗帘 人家可能就是想 增加一个这个 这个环境描写 你非得给你解读 哎呀 窗帘的蓝色 对吧 是这个什么 代表了 哎 这个社会不好 然后什么政治不行 心情的阴郁 我天 就是鲁迅先生不在了 他要在的话 我真没想那么多 对吧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 包括古龙小说 大家看过古龙小说吗 跟金庸小说明显不一样 古龙小说什么 他的刀是冷的 他的剑是冷的 他的心是冷的 三行 对吧 你读的时候真爽 这一页没几个字 他为什么要这样 那会儿按字给钱 不按行给钱 那当然他按行写了 对不对 再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 你来了 是的 我来了 你不该来 那我也来了 你这还有四行 他为什么要这么写 他按行给钱 他当然这么写了 买完 就是卖出这小说之后 拿了稿费就买酒 然后喝的差不多了 接着写 对吧 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这个 有时候过分解读 不要老拿这个结果倒推过程 没有意义 当马后炮谁都会 对吧 你完了的事你分析 那当然你怎么分析怎么对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你看这种大家的观点了 人家哪怕知道结果 都是按照这个顺序 还是按顺向思维 按历史大事来分析 而不是拿结果倒推过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任何一个成年人和孩子 都要学习的一道功课 三国实话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你放心 看得懂 他里边也有点那个 小白话 比如什么如是说 对吧 想当然其实也是古汉语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闭眼拍 12块钱 拿一本包邮的书 年龄啊 初高中生就可以看了 然后大人看 完全没有问题 薄薄的一本 给你分析一下背后的三国的 那些隐藏的暗屑 非常好的一本书啊 看 发掘三国人物不为人师的真实侧面 论方面广阔 数作洪富 且能深入为文者 我常推吕思勉 诚之先生 陈元安先生 然后陈一确先生 与我钱穆斌 这斌嘛就是这个敬语 钱穆先生 四先生 为这个前辈史学四大家 这应该是 严更旺先生 这也是史学大家 严更旺 这是当代的作者了 你看 非常有意思 好了 大长卷 今天彻底做到汉死在图书号了 对不对 大长卷 还是听过的朋友 咱就当复习功课了 因为每天我们的直播间 日活里边 大部分其实都是新的观众 所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书到底怎么看 大长卷的上下两册 送放大镜 还送这个导读 那么 很适合呀 这个历史入门的人 你别看这书啊 我告诉你 它没有门槛 这本书真没有门槛 唯一的门槛 就是你识字就行 那么孩子们从这个 包括成年人 如果您对这个 大文科这个概念 没有任何入手的方式的话 那请记住了 一定从时间来入手 因为你学文科 一定要本着 实 空 史 论 这四个东西来进行 实就是时间 这没啥可说的 比如说康熙15年 发生了什么事 光绪34年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公元1221年 发生了什么事 要有时间 跟你选个文似的 是不是今天 昨天 上个月 你是不是得有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空间 空间说白了 就是地图 这事发生在哪 对不对 我们春游去了 去了这个门头沟 我们春游去了 去了这个月禄书院 你得有空间 时间空间 然后是史学 然后是史实 史实就是那故事本身 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是结论 得出的这个历史的 一些研究的东西 比如政治方面的 经济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 思想文化方面的 军事方面的 等等等等 时空时论 那么你看 这个就是以时间轴 为基础 向前推进 咱们从下代开始看 你看这不是下朝 往后得走 就翻了 大家是可以 把它完全展开的 我们为了直播间 展示方便 就不给大家蹬长了 好像六七米长的 来到这 下朝结束之后 就变成商了 你看这不是 商朝历史就开始了 商朝的这个 创始人就是汤 叫汤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爱喝这个 汤 商汤 然后再往后 一路一路一路 到这 商朝的最后一代君主 叫做什么呀 叫做下级 叫做这个商周王 商周王呢 结束了商朝的 就是周王史 所以西周到这 你看就开始了 那么周五王 就是西周的第一位王 那么商朝你看 又没有完全结束 怎么拐一线条 跑下去了 变成送了 原因就在这 西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叫什么呀 大家把它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西周有一个重要的制度 叫什么 叫做分封制 分封制非常之重要 今天咱们的姓氏文化 就来自于分封制的影响 你看今天战国 就春秋战国那些所有的国家 你发现了吗 全都是姓 有没有发现 按今天的话来说 都是姓 但是古代姓跟氏也不一样 这个 你不要姓燕的 姓晋的 姓周的 姓宋的 姓齐的 鲁的 储的 吴的 什么都有 姓冯的 姓陈的 姓菜的 都有 为啥呢 这就是当年分封制 留给我们的姓氏传统 那么 这个 商周王的叔叔 叫威兹齐 他呢 早早的跟自个儿的大侄子 关系都不怎么样 所以他 很早就投降给了州部落 所以在西周搞分封的时候 也分了他一个国家 就是宋国 那么 其他这些国家 就都是分封出来 也是分封出来的 比如齐国 分给的就是那个江太公 咱们都知道的那个 江 江小白 齐桓公 就是他的这个后代 所以你看江小白 齐桓公也姓江 对吧 所以这就是分封制 几条线索 平行向前 然后呢 到这儿 你看郑国也出现了 郑国怎么出现的 周宣王给分封的 周宣王时期 又分封了一个郑国 我们可以再看看 这个秦国怎么来的 大家发现了吗 到这儿为止 这些线索上没有谁呀 是不是没有秦国呀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秦国是怎么出现的 来 在这儿呢 诶 哪儿去了 啊 这儿 来 大家看这儿啊 来 在这儿 看到这个 这个时候嘛 叫秦妃子 对吧 然后什么秦仲 到这儿 秦庄公 然后 湘公 文公 诶 哪儿去了 这儿这儿这儿 对东周 大家看到了吗 到这个地方啊 秦虽然之前也有 西州时候有没有秦 有 但他一直都没有被封地 对吧 老秦人是给他们干嘛呀 是给他们养马的 所以秦人为什么上武力 跟少数民族接着太近 再加上本身就是在这个 比较这个荒凉的地方 所以这儿的人 就比较尚武精神充沛 武德丰沛 然后到这儿东周的时候 才真正有了所谓的秦国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 东周的周平王啊 他的爸爸 就是那个周幽王 周幽王大家就很熟了 对不对 周幽王当年风火戏猪猴 这故事一会儿给大家讲讲 通过另外一本书 给大家讲风火戏猪猴 这故事根本就是假的 虽然是史记里边写的 但肯定是假的 一会儿给大家说 为什么是假的啊 来 风火戏猪猴的周幽王 他呢 想把自己的这个位子 传给他爱的那位 不爱乐的美女 包四 生的那孩子 但包四就是个妾呀 当时是嫡长子继承 所以不让你这个 这个妾生的儿子继承 结果呢 周幽王非这么干 结果他真正的这个王后 就是那个 申猴的女儿就不干了 申猴势力很大 所以联合北方的少数民族 叫做犬戎 犬就是那狗的意思 犬戎 然后攻破了西州的首都浩京 所以到这儿为止 西州历史就结束了 周幽王最后死了 包四不知所踪 那么这个周幽王 他真正的嫡长子 就是身后生的那孩子 就是周平王 他叫宜旧 姬宜旧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宜旧迁都 到了这个洛阳 当时叫洛邑 所以东周历史就开始了 而在他搬家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个 这个老秦人 帮助他护送有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分封了他们一个诸侯国 所以之前有没有秦帝 有但不叫秦国 从这时候开始 东周才真正有了秦国 那么这么多诸侯国最后并行着 当然咱们这个只是找了一些主要的诸侯国 并行 那么最终归结到秦这儿 结束了这个大乱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完成 就在公元前221年 那么之后就是这个汉朝 楚汉争败 然后是汉朝 你看旁边的故事 比如说战国四大名将里面的白起 秦朝战国时期调兵用的虎符 这是中国一号文物啊 战国策的形成 然后这些诸子百家 吕氏春秋 荀子 寒飞 那么 楚慈 孙子兵法 武器练的魏武族 然后包括这个什么 纪下学功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这个孔子讲学 老子出寒古官 等等等等 旁边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穿插在同一时期 而且大家可以比着这个背后 这条浅浅的线 你就可以知道 同时存在的人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看到这个秦国在位时代 最长的王了吗 秦昭襄王 在位56年的时间 他就是芈月的儿子 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 包括东周王室的灭亡 都是秦昭襄王干的 所以他是秦始皇之前 除了秦孝公变法 山岸变法 最重要的就是秦昭襄王 迎记 也就是芈月的儿子 宣太后的儿子 包括你看这个白起 是不是也是对应到这儿 对吧 白起跟他是一个时间线的 所以白起在这儿 来 这就是这本中国的书 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还有世界大长卷 我建议大家就一次性把它买了 这样的话 你这就是中国跟世界都有了 而且什么叫全球史观 是我老给大家说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即便是世界史 这是讲世界史 比如这儿是英国 这儿是法国 这边是这个德国 普鲁士嘛 然后下边还有日本 你看 依然是底下有一条中国的线索 看到了吗 比如说这个诸后 诸后赵 诸后聪 这不就是明朝嘉靖皇帝吗 然后比如在康熙 对吧 然后这个乾隆 康熙 然后一直到这个宣统皇帝 对吧 它是最后这条线啊 是中国史 发现了吗 所以你所有世界史发生的事 都可以对照下去 你可以知道它发生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工具书 它是一个时间轴 你想学好语文 学好历史地理 学好科学 学好一切的一切 你都得有时间的概念 就比如说 这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 也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对吧 你得先知道 为什么在那个结构眼 它先提出是狭义 后来是广义 再比如说 后来一切一切影响了什么 一等MC方 然后再后来 对吧 核动力 等等等等 那么来啊 今天继续给大家去 讲这个英法的这个故事 咱们接下来就继续讲这个法兰西 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 路易十六 这个大家老听课的 应该都知道了 是什么呀 这仨人是几代人 六代人 法王路易十四 外号太阳王 他的这个寿命实在是太长了 光在位就72年 所以路易十四的重孙 或者叫曾孙 是路易十五 这就已经四代人了 路易十五在位又59年 这这这这这这加一块 就已经100多年了 然后呢 他的孙子继位是路易十六 在路易十六这个时代 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啊来 咱们这个继续啊 1789年 法兰西呢 也受到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 而本来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个法国 那吧 进行的最如火如荼 因为法兰西是当时欧洲 大陆上的国家里边最这个封建的 你看 这个宗教改革之后 那吧 包括文艺复兴的影响 再加上早期殖民的这个影响 英国是率先进行了这个资产阶级革命 那么又影响了启蒙运动 而启蒙运动最如火如荼的国家就是法国 比如福尔泰 孟德斯丘 卢梭这些人都是法国的 那么后来 影响了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 咱们这个美国稍微那什么 缓缓再讲啊 咱们先讲法国 虽然法国比美国独立要靠后啊 法国革命爆发在1789年 那么这就是波兰壮阔的法兰西大革命 1789年7月14号 以这个攻占巴士抵御为标志 法国大革命爆发 那么 这个爆发以后啊 当时的这个法兰西呢 这个国王就是路易十六嘛 这一天他的日记 大家猜他写的是啥 当时我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那个凡尔赛宫待着呢 然后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写的是 这一天天气晴朗无事啊 他根本不知道在历史上 被定义为了这么重要的一场 这个法国大革命 在他当时看来 他以为就是城里面 有些人随便游行呢 那结果无事发生 这是当时他的这个认知啊 好吧 这个没有 哎有有有还真有 在这呢 来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时间线啊 这都是之前写过的 大家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 可以拍这书啊 然后呢 去这个 把这个时间轴 你给他背下来 不用背 还会看一看 你就知道这法兰西 到底怎么回事了啊 来 1789年7月14号 法国大革命爆发 刚刚爆发革命以后啊 到1792年 这三年的时间 是君主立宪派 也就是说 路易十六的这个波旁王朝 并没有被真正的推翻 那么 君主立宪派呢 还是保留了国王的 但没想到这个 这一对国王跟王后 实在不干人事 是吧 居然里通卖国 想去镇压本国人民 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1792年 那终于把波旁王朝推翻 法兰西进入到了这个 共和国时期 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 那么 1792到1799年 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啊 那么拿破仑 就是在这个1799年 登上自己人生权力巅峰的 那么具体的事情 我得给大家 现在正在讲的是这个大长卷啊 大家建议您把这个上下两侧一块拍了 还真没有 哎呀真是 提板给我一下 谢谢 来 1789年7月14号啊 法国大革命爆发 到这个1792年 是一个这个君主立宪的时期 也就是说波旁王朝没有灭亡 虽然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了 但波旁王朝还在 路易十六还在 然后呢 从这个1792到1799年 那或者说到1804都可以啊 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 严格来说 其实应该是到这个1804哈 这样这样写吧 这样写比较严谨一些 1804 这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大家知道今天法兰西是第几共和国吗 可以猜猜 第十 第十 我天 一百 来 今天的法兰西啊 是这个第五共和国啊 第五 今天是第五啊 第五 来 这个1792年到1793年 这是指标题了哈 这是指标题 我应该往后写一点 来 1792到1793 是第一个叫做吉伦特派 他们是代表大资产阶级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这个基础 老吗 并不老啊 有几个大资产阶级啊 对不对 资本主义时代刚才刚刚刚到来 所以呢 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这个有这个群众基础的一个阶级 所以美法领导这个当时法兰西走向繁荣昌盛 而且当时反法同盟 英国一看法国革命了 卧天 英法要不说世仇呢 赶紧这个组织反法同盟 联合欧洲各国去打法国 吉伦特派太软弱了 外号叫长棍面包派 所以一年就被推翻了 然后之后呢 1793年到1794年就是非常恐怖血腥的雅各宾派 看过亮剑的朋友吗 这个亮剑里边赵刚不是说吗 就说那个很很说那个雅各宾派领导人 对吧 罗伯斯匹尔很激进什么的 就是这个雅各宾派啊 就是这个这个恐怖统治 他们血腥的镇压当时国内的这些事情 然后呢 把这个但凡不听话的人全都给送上断头台 执政一年多的时间啊 最繁忙的就是断头台 平均那就大概这个一个月 得把六七千人送上断头台 所以这就是雅各宾派 所以实在是太荒诞了 这个罗伯斯匹尔自己最后也被送上断头台 当天他上午上班的时候 还在这个签字啊 今天处死多少个 把多少人送上断头台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下午自个儿就被这个抓起来了 然后也被送上断头台 所以把自个儿给咔嚓了啊 然后法王路易十六 是在这个吉伦特派时期才被处死的 然后接下来啊 真的是费劲啊 哎 来咱们这样讲吧啊 这样讲 来 从这个1794到1799年 是法兰西的这个 叫做热月党人时期 我就简写热月了啊 推翻雅各宾派统治的就是热月政变 那么热月政变的时候 就把这个雅各宾派的这帮人都给处死了 然后呢 这个热月党人就建立起了执政府 不是 建立起了都政府 监督的都 都政府 那么当时 这个你还依然是有很多国家的干涉法国的内政嘛 那就必须得去抵抗这个反法同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呢 热月党人的这个都政府的都政官叫巴拉斯 巴拉斯呢 就是到处扒了 扒了这个不行 扒了那个不行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有人跟他说 我们听说有一个年轻的炮兵中尉 叫拿破仑 你就扒拉扒拉扒拉吧 对吧 然后这个巴拉斯就扒了拿破仑去了 最后就扒了成功了 拿破仑当时是去看自己的老师 结果在路上 路过土伦军港 然后当时呢 就跟他说 这个需要有亡党叛乱 需要你去镇压一下 然后拿破仑 他学炮兵的嘛 然后呢 就调来了几门破旧的这个山炮 然后在城市当中开炮 把这帮亡党分子打得这个稀里哗啦的 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巷战 在这个城镇当中开炮 没人干过这事 所以拿破仑一下就声名雀起 这是拿破仑人生中第一次打仗 土伦战役 然后呢 到1799年 拿破仑发动物约政变 因为他到处远征嘛 已经非常的这个成功了 他的私生活咱之前讲过一次 但是这个要不尊重人家 咱们还是少讲 然后这个拿破仑在1799年 发动物约政变 然后登上了自己权力的这个巅峰 建立起了执政府 一直到1804年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写1799或者1804 因为严格来说吧 这段时间也属于这个一共 但其实已经是拿破仑在这个 给自己过渡了 这个呢 就是拿破仑建立起的这个执政府 执政府 然后到1804年 拿破仑最终称帝 到1815年 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 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法兰西吉祥物一样的人物 这个拿破仑波拿巴 那么你看啊 我们来回到这本书里边去 你看这书有没有用 非常非常棒的一套书哈 来大家看这哈 你看拿破仑第一帝国 时间1804到1805 看到吧 然后呢 这边哈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 1815年 拿破仑被放逐 看到吗 所以法兰西第一帝国 终结的时间也是什么 1805年 就在这儿 德西雷那些事 我之前都讲过一次了 咱们这个少讲讲这个 因为它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 这不太正能量 虽然有意思 但它不太正能量 所以我尽量少讲 然后这个 拿破仑呢 他自己啊 这个 这个这个 为什么 我之前给大家留过一个 不是留给您的作业 留给我自己的作业 给大家把这个坑填上啊 为什么说拿破仑 他是一个虽然复辟 但是并不被人所唾弃的人物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就是因为拿破仑 他虽然复辟称帝 但是 他是一个什么人啊 他是一个为 当时的大趋势资产阶级发展 来这个铺垫的皇帝 所以 虽然你干的这个事是复辟 单看这一点是开历史倒车 但其实 他颁布的法典 他的远征 都是这个为 这个共和思想啊 为这种这个这个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传播的 然后包括他弄的民法典 是现在 各大国家 在颁布民法典的时候 都要参考拿破仑的这本民法典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 他今天之所以这个 虽然复辟 但是不像某个原大头一样 对吧 被这个 抨击 原因就在于这儿 他是不是真正的完全 复辟开倒车 而是什么呀 而是传播了这种 革命的思想 传播了这些资产阶级时代 到来的这个号角 所以这个是 拿破仑之所以不被历史那么定义的原因 守会历史大长卷 上下两侧 中国的跟世界的 宋导独和 那个 放大镜 大家慢慢看 不脱销 我就一直给您讲 接下来藏在地图里的这个中国历史 这书跟大长卷完全不冲突 为什么呢 它不是时间轴的方式来 谢谢谢谢 它不是时间轴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的 就是按照朝代 给你用这个所谓的叫 这个 编年体的史书的体力来给大家讲的 一定 大家这个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 就是书真的是最廉价的奢侈品 而且它里面传播的东西 你放心 你只要看书 一定比你不看书要有用的多 像理工科的东西 可能在生活当中 直接应用的场景没有那么多 如果咱不搞科研的话 但是像这些文史哲类的东西 艺术类的东西 一定要看 千万不要怕自己懂得多 千万不要怕自己 哎呀我听不懂我不听了 你如果不听 你永远听不懂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都在 这个逼着自己 不喜欢的领域 比如说理工科领域 我没有那么感兴趣 但我现在逼着自己 也要去看一看 一方面工作需要 再一方面也是我在给自己 把曾经设的线 全部都给它拔掉 包括在大号吃东西 有些东西我从来不吃 我尝完之后发现 血鱼挺好吃的 来 这个上下两侧呢 上侧是史前到西进 下侧呢 是东进到清朝 等于就是中国古代史 就给你讲全了 那么咱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书它精美的程度 有的很多页是可以打开的 发现了吗 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壮丽的长安城 今年如果只让我推荐 一本入门级的历史书 毫无疑问 我会推荐这套书籍 它非常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 去看 然后去学习历史 但它其实不是单纯的 只学习历史 你看比如这一页 再给你讲什么 再给你讲语文 你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能够记住 初胜中晚 这四个时期 初唐 圣唐 中唐 晚唐 就是唐朝诗歌的划分 那就可以了 初唐里边最重要的四节 亡羊 卢洛 其中这个洛宾王大家很熟 因为都学过一首 勇能 还有这个卢赵林 杨炯 和这个王博 那么这个还有陈子昂 登幽州台 这个中唐诗人 圣唐诗人就太多了 这个李白杜甫 孟好然 王维等等等等 然后中唐诗人 刘雨昕 这个小李渡 那不是 什么呀 中唐诗人 白居易 然后刘雨昕 这是非常著名的中唐诗人 晚唐诗人 小李渡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划分的话 你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学好 你发现了吗 语文跟历史能分开吗 诗词跟这些完全分不开 包括地理环境 你是分不开的 那么往下 你看我们翻开一页 给你去讲当时 这个经济方面的事情 苏狐熟天下族 再后来变成什么了 苏常熟天下族 对吧 然后当时南宋的这个首都临安 它是怎么建立的 然后农作物引进的种植和栽培 淮北的素麦等传到 这个南方 棉花的种植广泛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从中南半岛引入的湛城道 也由福建推广到了江淮流域 湛城是哪儿大家知道吗 湛城 湛城就是今天越南 比如说当时王伯 王伯他爸就被这个流放到这个交纸 交纸其实也是越南 王伯他当年是这个小官 然后后来这个收留了一个囚犯 后来又害怕了 他把人给杀了 先把人救了 然后又害怕把人给杀了 所以惹了大怒了 所以后来他爸都被流放了 后来这个他爸在交纸 王伯就是看他爸去 去越南交纸看他爸 回了路上 结果就掉到水里边 然后后来这个受到惊吓 然后就就就就就死去了 那28岁嘛 王伯反正肯定没活到30 就这么回事 这战成嘛 交纸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 对吧 跟这个事关系千丝万缕 他不是溺水直接而死的 他是这个上来之后 然后这个惊绝而死 然后你看这里边讲北宋的时候 给你去讲啊 你看清明上下图里边 有一个求医不用愁 好几处药铺赵泰成家 其中档次较高的一家 不仅有大夫看病开药 还卖各种成药 从店铺的宣传招牌来看 很多人都是针对于饮酒和消化不良的 因为这写着什么呢 看到啊 看着啊 治酒伤病 看到了吗 治酒所伤病 专门治你喝酒所带来的伤害 治酒所伤病 然后远行的驼队 这个驼队说明什么呀 这是外伤 很有可能是这个跟少数民族 比如说跟西夏呀 或者是跟这个辽国 接壤的这个地方的人们 对吧 来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胡人嘛 进行交流的 然后这边有这城门口的办公地点 这就是收税的 大家看到了吗 北宋 这照样收重税 这幅画 对就在这儿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才那赵太成 治酒伤病 就是 清明上上图就画到这儿 当然这个是重新给你画的一遍啊 原作清明上上图就画到这儿啊 大家可以去拍啊 上下两侧啊 来 刚刚咱说那个进城门以后 那个交税的地儿 看到了吗 在这儿 这个画没给你画全啊 这个原作里边 现在我守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城门 大家应该有印象啊 进城以后 你看第一个地儿就是什么的 就是交税的啊 所以 这是那个原画啊 这儿是那个原画 你看进门口的办公地点 北宋商业繁荣 为了方便征收商税 商门有一家税务所 忙着点清货物 该交多少钱 然后做好引子 就是通行证 跟那通关文碟似的 然后上面记住的物品等级数量和目的地 你看宋朝的税可是非常重的 所以这本书啊 我告诉大家 我因为我是这个初高中都教过 我高中教的时间更长一点 这本书里边很多知识点 高中历史和语文都会学到 然后小一点的孩子们 你小学看完全没有问题 三年级认字了 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成年人 如果这个咱们历史知识 还没有那么的这个充沛 您现在直接看一些学者的书籍 看不太懂 所以直接拍这种书 作为一个入门 慢慢给大家去讲 139块钱两册 一个大礼盒里边 还送好几张地图 绝对无朝所知 今年只让我推荐一套历史入门的书籍 肯定是这套 毫无疑问 然后呢 三个月以前 我还没来甄选的时候 三个多月了 当时我全网买这本书 真的买不着 现在我们一直有货 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咱别走远了 还给大家讲这个清明上条图 你看这个清明上条图里边 大家记住就这种东西啊 叫什么呢 叫欢门 那干嘛呢 说明这是一个娱乐场所 别别想歪了啊 它是一个娱乐场所 而且这个欢门越大 越证明你们这个店铺就越大 然后呢 看到这了吗 有这个说书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画本 宋朝有了画本 就是可以类似于理解 现在成那个评书 或者说书人的那个雏形 然后这大哥 拿着一个东西叫便面 看到了吗 这必须给个进景 他拿一个东西叫便面 发现了吗 这个人骑着马正看他呢 但他不想理他 所以怎么办 拿那便面 跟扇子似的 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 所以遇到不想理的人 就有这便面 然后 这个赶考的文人 你看跟僧侣 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好 然后这儿 刘家上色陈坛 发现了吗 这是卖什么的 卖檀香的 所以这也是什么 也是进口货 清明上行图里边 有很多进口货 然后这个檀香 就明显是海外来的 抠下来一点点 粉在这个 这个粉起来 底下有那个香托 徐徐上升的烟雾 对吧 您在这参产打坐 吟诗作画 对吧 或者扶琴 都是特别特别舒服的 那便面汉潮就有了 包括你看古代的轿子 到底什么样 我们有时候 你看那电视剧里边 演的那好 那宋朝谈那教 是清朝规格的 对吧 那明显就是胡说 然后包括很多那种 就是椅子 咱们电视剧很不考究 就是缺懂的人 那你看清明上行图 给你多好的 还原来一个北宋 到底什么样子 对吧 宋朝到底什么样子 对吧 你看看书 对吧 就不至于说 那个我们的电视剧 那么多谬种流传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发型 古人还齐留好 我天 你这什么情况 对吧 古代男人留个齐留好 你都非常幽默 对吧 所以这个就 没啥可说的 然后 明朝的官吏体系 内阁是干嘛的 六部是干嘛的 大理寺 看电视剧什么老听 移交大理寺严查 你看大理寺是干嘛的呀 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 所以明白为什么大理寺 移交大理寺严查了吗 这审案子的 然后督察院 负责监察 弹劾及建议的 所以你看有的官员 给皇帝提意见 为啥就这个 没事 比如说包拯 他本身 当这个官就有建官 比如魏征 你就是干这个的 但有些官员 你比如说这个 苏东坡 您的官职 有这个给皇帝提意见的 这个职权吗 没有 那你给皇帝提意见 你不找不痛快的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人啊 都是有才华的人 但你还要摆清自己的位置 不然的话 就只能是为后世留名 但你作为当时 你活着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失败者 或者是一个被打压的人 然后 这个武军都督府 执行皇帝的这个命令 然后再往下 立护礼 兵行公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呀 六部嘛 北京现在还有一个地名 叫六部口嘛 就是这样 六部啊 立部 毫无疑问 管什么呢 官吏任免考核的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 出高中语文考点啊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下策啊 这是上策史前的 史前到西进 然后户部 户部最有钱 大家今天想到啊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是谁啊 来把他打到我们的评论区 中国历史上 古代历史上最大的那个 和珅 对不对 其实未必是和珅 晚清那个庆亲王一匡 也挺行的 包括民国其实还有呢 那不多说啊 对 一般都想到和珅 对吧 因为电视剧这个实在是形象 那个王老师的脑袋就 就这形象就蹦出来了 对吧 但是其实历史上和珅也是一个 据说啊 是个美男子 当然清朝的美跟今年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和珅当户部上书 当了二十多年 所以他为什么有钱 明白吧 六部里边户部最重要 所以和珅其实给这个 这个自己攒钱的同时 他其实都是在帮乾隆皇帝 这个搞这些吃的喝的玩的 他在这过程当中 自己又留下了很多 所以把他抄家以后 相当于清朝十五六年 那最高的我看过 说统计说十七年 国库总收入的 嘉庆把和珅给办了 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嘉庆的何止是吃饱啊 吃撑啊 对吧 然后礼部 官吏的这个 这个这个科举 包括外交是礼部来管 刑部就毫无疑问嘛 然后这个工部就是工程建设 所以你看 这样一个知识不就知道了吗 那我再告诉大家 这个户部啊 原来叫民部 因为他管收税嘛 也叫民部 后来为了避礼是民的会 所以叫立护礼并行宫了 原来是立民礼并行宫 为了避会 所以叫立护礼了 包括朱元璋的画像 朱元璋到底长这样还是长这样 是芒果还是这种 对吧 你看他后世子孙的样子 你觉得朱元璋能长成芒果这样吗 这个画像是清朝人画的 清朝时期的人画的 而且上面写着明太祖真荣 虽然说 供中国古代帝王都愿意给自己 编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怪事 对吧 比如说这个刘邦 明明就是个这个沛县小丽 对吧 一个小流氓出身的人 结果说他妈 一个白蛇趴在他妈身上 然后他就出生了 你把你爸放哪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愿意给自己编这些故事 但其实 朱元璋历史上不太可能长成这个样子 不然的话 你他儿子朱棣 我们就会出生了 他要怎么说 碍这个相机 我一会儿子 我一会儿子 一会儿子 我来说 我一会儿子 就会出生了 我一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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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出生了 那边 如果我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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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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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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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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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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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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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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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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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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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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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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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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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记红尘妃子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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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接了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己接了一个自己根本就不擅长的事 但是你又必须把它完成 请问这时候怎么办 这本书我在看别人那个看后心得之后 说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哪怕我失败 没事 但我至少知道我离成功还差多远 对吧 我让自己安心 所以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事情 但是本身你可以从里边看出很多的人情世故 对吧 你的同事跟你喝酒的时候 未必是把你当朋友 而很多这个官员平时跟你 这个就你同事跟你关系挺好 但真出了事他未必帮你 还有很多其实可能未必 平时跟你关系有多好的人 但真在关键时刻 他确实可以帮助你 又或者说是自己曾经得罪的人 你发现当你要求他办事的时候 你还张得开那个嘴吗 如果你必须要张嘴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去张这个嘴 你怎么样把你们之前的矛盾给调和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能够遇到的 这个李善德到底成为成功 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告诉大家他最后成功了 但是他成功以后 不是 但他成功之中 他到底动用了什么样的这些方法 手段和智慧 可以去看一看 以及他成功以后 大家觉得这个李善德最后开心还是不开心 我不去讲啊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 有的时候可能你特别特别 这个艰难困苦的完成了一个任务之后 当你真完成它 你觉得你开心吗 你好像觉得反而空虚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追一个你喜欢的人 你真把他追到手之后 可能你用了半年 三个月 很久时间把他追到手 你或许觉得索然无味 就是真追到以后索然无味 对吗 是有这样的感觉 或者我就我自己啊 我喜欢买玩具 我到现在喜欢买玩具 我家跟仓库似的 全是玩具 我们家里老骂我 就是不听啊 然后呢 这个 后来这句话 家的多余 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 我原来在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那钱都是家长给嘛 零花钱 哟少啊 然后每一次买到之后 如获至宝 我当那个快递到家 或者我直接去店里买了以后 哎呀天哪 特别特别的开心 但是就在16年 15年还16年 具体我忘了 16年的时候 就跟这李善德一样 当我真的 那一天同时 三个快递到家 几乎同时到的 我就在拆的时候 我天哪 我真的是有一种 恶心的感觉 明明是我自己 买的我喜欢的玩具 结果我居然恶心了 就从那一刻开始 到今天 我都是恶心的 真的 但是我依然要买啊 因为要凑齐人物嘛 对不对 或者有的出的很好 但是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像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 买完一个玩具之后 那种 可能我买下一个是三个月以后的事 但是三个月我对这个玩具 我爱到不要不要的 就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 长安的荔枝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那种特别简单得到的东西 你不感兴趣 那些你过于 艰难得到的东西 你可能在真得到以后 也会有一些 这个非常非常 这个 痛苦不甘的地方 你觉得 虽然我完成了 但是再也别来了 对吧 再也不要有了 爱不动了 对吧 就这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长安的荔枝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说 接下来咱们是这个 命运和皮囊 蔡仲达老师呢 也是光临我们直播间 很久的 这个 很久以前啊 也不算太远吧 几个月以前 光临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不到几个月 一个月 差不多 一个月了 蔡老师这个两本书啊 我是没有完全读完的 大家不用担心啊 因为读书就是这样 我很少有一本书 说完完整整 把它全部一字不落地读完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两本书呢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高中生啊 现在还不太适合成年人 如果您现在真的希望 比如说跟家人改善一下关系 又或者说自己在职场上 在生命当中 这场修行里边有很多困苦的话 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蔡老师这两本书籍 皮囊和命运 咱先说皮囊 我们每个人啊 其实都有很多面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这种场景之下 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做出过表演 做出过一些非常非常违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皮囊 我们每人可能早上上班之前 出门之前 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 会换上不同的皮囊 那么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啊 要经历的一些事情 就像所谓的说 如果你这个没有经历过什么 只是年龄的增长 没啥意义 对吧 你的一生跟白过没啥区别 那非常的平淡 你的这个 这个不太好的比喻啊 就是这个心电图一旦平了 证明什么呀 对吧 体征没了 你就要波动 所以这个波动 只要这个波动给你 那大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 一定要挺过来 挺过去之后就是成长 挺不过去 我不想说那个词啊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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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悲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阿莱老师 对吧 阿莱老师在这个背后 也有看完皮囊之后的一些感受 来看啊 阿莱老师怎么写的 当下写作中的一个惊喜 皮囊这本书具有指向本质的意味 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 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 叙说出来 描述一个个生命的故事 所以我们的一生呢 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离开 离开家乡 亲人的离开 自己的离开 主观的 被动的 有意的 无意的 这些都要我们去 经历 很多时候痛彻心扉 但是一定一定 得迈过去 我们 哎呀 这个大家怎么说呢 刘德华 刘德华给这个书写的序 你可以看一看 刘德华这个按咱们今天的定义来说 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艺人 对吧 作为偶像明星 已经红了几十年了 可以了吧 但是人家的这个看完这书之后的那种悲欢离合 以及韩寒 这个青年作家 当然现在也不如中年了哈 人生感悟就更加的这个深刻一些 看完之后给这个书做的序 然后 来 如果皮囊朽坏 我们还剩什么 好吧 我告诉你 还有灵魂 有吗 有的吧 你都像你嫂一样了 好吧好吧 我信了 可是呢 脱去皮囊的灵魂啊 他们在忙什么 下地狱或者上天堂 或者在荒野上游荡 我读古人的继续总结的那些孤魂野鬼 他们所渴望的不过是准世为人 再得一具皮囊 温暖的 乐意的 疼痛的 脆弱的 可耻的 皮囊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人生的经历 你需要从里面总结出东西 我也一样 跟大家共勉 然后呢 命运这本书就更加如此了 这本书啊 它 你看比这个皮囊要厚啊 大家可以先看皮囊 这是一部关于底部的书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在我们共同生活当中 那些在底部暗自运行 从根本上支撑着我们的信念 那些让我们在有限的选择 和浩大的无常当中 站立着向前走去的力量 那些让我们最终相信生活和生命 自由意义的内心的神灵 树意识不到它的根 树枝和树根 欢快地向上天空 但树的生长其实来自于它的根 泥土中的力量指引着我们向上 这就是命运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看不见的推手 再把我们往上抬 你或许没有注意到 很多时候让你坚定下去的东西 其实你把它忽略掉了 它或许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它或许是一个 你在某本书里面看到的那种 这个话语 又或者是谁在适当的时候 给了你一个鼓励 这些东西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 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要跟命运做抗争的时候 它就会悄然出现 它可能会让你大惊失色 原来这个东西一直在影响着我 而我此前却极大的忽视了它 这就是命运 灵魂是浮游在海上的土 腐烂之地神明之所 你们就此没有过去 只有将来 要么入土为安 要么向天开枪 这句话打动我的是这句话 这是它的目录 其实在背后也有写 想结果的话都草草低头 我个人看这个看的比较多 不给大家展开内容 大家拍了自己去看 你就先单体会这句话 想结果的花都会早早的低头 什么意思呀 我们今天在看到一朵鲜花盛开的时候 你要知道花开 其实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要结果了 对不对 意味着它这一季度 已经到了这个中后期 快要结果了 当开完花之后 花会落掉 果子结出来之后 这就是完满了 之后就等的是落花和落叶 化作春泥更护花 对不对 那么已经到了中后步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看花 你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当你看到一朵 绚烂的花 绽放的时候 你可能欣喜 你可能开心 你也可能不开心 因为开完这朵花 当它落掉之后 这番美景将不再存在 而之后如果结的那个果实 只是一个干瘪酸色的小果实 你难以下咽 你根本就不想多看它一眼的时候 请问此时 你是继续期盼着结果的这个事情 还是去怀念之前落掉的那个 绚烂的花 长谈句哈 再说一遍 当我们欣赏绚烂的花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开心 哎呀 花真漂亮 而且可能更开心的是 马上它就到结果了 我就可以享受最终的 那个吃进身体内的喜悦了 但是此时此刻 如果那个花落掉之后 这番美景将不复存在 留下的是一个干瘪的小小的果实 此时此刻 这个结果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未必 对吧 那如果绚烂的花之后 结束的果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此时此刻皆大欢喜 但人生又能有几件事情 有多少命运 会无限的眷顾于我们 让那个绚烂的花 让那个漂亮的果实 全都被你所得到呢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哲理的事情了 非常思辨的事情 如果最后的那个结果 并不是你想要的 那么是不是最终 那个开花的过程 你欣赏花的过程 你闻花香的那个过程 反而成为了你最开心的 一个片段呀 对不对 可能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当把它做完之后 你最后开心的点就是过程了 是吧 还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 你的朋友 你的爱人在一起 可能你们最终没有走到最后 朋友嘛 基本上十年就会 基本上换一大茶了 对吧 差不多是这样 对吧 现在有几个人 还跟自己小学同学有联系 有联系的话还有几个 跟自己初中同学有联系 有的话还有几个 大学同学还联系的 有的话有几个 对不对 包括职场上的那些人 都是人生中彼此的过客 大部分人都是彼此的过客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在坐地铁的时候 在睡觉之前 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了某一个片段 或者故地重游的时候 想到了某一个曾经的片段 我在这跟某某有一个 彼此间非常幽默搞笑 会心笑的这个场景 此时此刻 你可能嘴角会微微的上扬 你可能会把思绪 带回到几年前 几十年前 几百年有点夸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人可能你早已经 断掉联系了 或者不再联系了 但那一刻的美景 那一刻我们的开心 我们的争吵 我们经历的点点滴滴 是不是此刻就会化为一个 会心一笑 一个嘴角的微微上扬 对吗 你看此时此刻 你享受的是结果吗 不是结果 你想受的是什么 你想受的其实是过程啊 对不对 所以人生中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是结果 就是过程 你可能真的追到一个 你喜欢的心仪的人之后 你发现 真的熟悉了吗 你追到了就更熟悉了 对吧 尤其时间长之后 彼此不再隐瞒了 你发现 这人好像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更美好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含蓄的那个阶段 游抱皮包半正面 那个阶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不能逃避的一个现实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皮囊 在生活 在交往着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去看书 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思考的角度 给自己增加一些见闻 去看一看别人走过的路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 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背后的逻辑和原理 才是相通的 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 每个人都会直面一些爱恨情仇 悲欢离合 对吗 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这个是我们的要思考的点 皮囊和命运 财崇达老师的作品 推荐给大家 皮囊在一二号 一句顶一万句 刘振云老师的书 这个还用多说吗 刘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 这个我真的是 佩服到都快趴地上了 这个文字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非常幽默 刘老师的很多作品 对吧 都被拍成了这个电影 只不过距离现在比较远了 都差个二十年前了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蔡莱的作品 美国纽约时报 那么这个 这个柯克斯评论 然后出版社周刊 图书馆杂志 法国的解放报 法国的法兰西文学 意大利的网游报 瑞典的报纸 智利的报纸 日本的报纸 都引用过这本书 为什么呢 这个书啊 我跟大家说啊 它本身就是讲的那个 中式社交 但其实 你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 爱给人乱分析 爱给人当老师 对吧 然后这个 跟人交往的时候 没有那种边界感 人家跟你有那么熟吗 你天天跟人家这个 戳人家那些 这个就是非常 不友好的那些方式 跟人去交流 所以这些东西特别的 有这个哲理 包括在酒桌上 劝酒 对吧 你喝 你喝了 看不起你 对吧 你怎么说 你喝了我也看不起你 对吧 我不但看不起你 我还看不见你呢 我喝多了啥都看不见 对吧 它是这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 在这个生活当中啊 遇到的这种场景 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 对吧 有的时候可能 我们是那个受害者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那个 给别人 施加压力的那个人 这些都是在社交当中 会遇到的 很多的场合 他这个作品 你看被翻译成 多少种语言 看到了吗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所以 很多很多的这些场景 大家一定会有共鸣 当你遇到那种 就是 小赞你过来 我给你讲点这个 公家你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说 我走过的路 比你这个 吃过的这还多 我见过的什么什么 比你经历的什么什么 还多 没有意义 对吧 这种时候 你说这种话 它其实不但不能够 彰显你自己厉害 反而彰显的时候 你只能靠备份 去压别人 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年龄段 不管是成年人 还是这个孩子 那都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东西来提醒我们 因为人难免会膨胀 难免会嫉妒 会骄傲 贪嗔痴 太正常了 所以修行是人生 对吧 这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一件事 你活多长时间 你就可以修行多长时间 一句顶一万句 推荐给所有的这个家庭 都可以去看一看 给孩子们 带来很多的这种见闻和增长 然后包括可以提醒一下 自己提醒一下 我们的家庭成员 这个一句顶一万句 推荐给大家 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 它里边这个 比如说你冤枉人了 你为什么冤枉人啊 有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方发生了什么 你就给人这个 这个瞎编故事 那么然后你把这个编的故事 当成真的 还跟别人去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相信肯定会有 对吧 一个你根本没有认识的人 你就凭你自己的主观 对吧 这种判断 跟你扒杆子打不着 打不着 然后你非得给人 编一堆乱七八糟故事 然后当成真的 还跟别人去讲去 然后结果真的就传开了 最后这个人自己 可能都不知道 别人背后给他编了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真的要 默默的接受这一切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 那如果你自己 是这种人的话 对吧 你自己被别人这样的话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如果痛苦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做到 几千年前老夫子就交给过我们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不对 所以这些其实很客观 很现实 说这个话 其实有时候挺得罪人的 但也正因为得罪人 必须跟大家这个 这个这个 剖开 我们如果没有传播正能量的 这种地方的话 那就永远不可能有正能量 因为你传播正能量 未必大家都会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没有人传播 那大家永远都这么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是那个 海上的一夜小孤舟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能量 但是但凡有一个愿意 我们去进步的 愿意读书的 那我们就给您推荐好书 对吧 我们就把我们的观点 一些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很多对这个女性 对吧 穿的衣服可能稍微这个 这个这个 花枝招展一点 但人家人可能其实很好 很仗义 只不过就是人家 比如学艺术的 人家是有一些 就这书一写的 我不能给大家说 因为有脏话 当然他都打了那个叉叉了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给人乱编故事 对吧 一说 哎呦他穿成那样 他肯定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你这是不是有点 对吧 就下三路了 对吧 就有点这个下作了 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 这就是一句景一万句 带给我的这种感受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 转变一下这个思路 转变一下这种 社交的方式 不要乱给别人贴标签 因为你被贴标签之后 你开心吗 你不开心对不对 那别人也不开心呀 所以这个书可以作为一个提醒 作为一个教育 对吧 我们没有人去教育您 我们也不敢去教育您 就是给您分享这样一本书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过一遍品 我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一会儿晚上还要去大号继续拉 然后呢 这个 藏在地区的中国历史 这本书今年 只让我推荐一套 这个历史入门级的书籍 那我一定会推荐它 毫无疑问 藏在地图里的中国历史 这本书呢 是上下两册 上册呢 是从史前文明 夏商周 一直讲到西进 下册呢 是从东进讲到清朝 每一页啊 可读性都特别的强 而且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看 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些页呢 还能打开 你看比如说四周之路这一页 这边你合上的时候 给你讲的是 四周之路进口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石榴 葡萄 这个汉血宝满 打开之后就是一张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地图 可以看一下 特别大 两侧都可以展开 非常的精美 印刷呢 也特别的好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给孩子们拍一拍 大人和孩子一起去读读历史 这里边不光是历史 它是有政治 人文 经济 文化 艺术 文物 然后历史故事 军事 战争 然后哲学 古诗词 什么都有 那大家可以去拍这本书 然后 每个中国家庭啊 都可以拥有的一套书籍呢 就是 地图上的全景中国地理 它把我们的每一个 祖国的 这个自治区啊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 全都给你介绍到了啊 非常非常的精美 然后呢 里边有 特产 有这个风景名声 你们这个地区的 历史上的名人 然后历史的故事 然后包括你的曲艺 然后还有一些神话传说 还有地理 文化 全部都有啊 这应该是哪 这是 天津对吧 真是天津 对吧 你看 给你这个 把这个地理啊 什么都给你讲到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套书籍 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一套 将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这样不就有的聊了吗 对吧 旅行的时候 你就跟人有的说了 去哪看东西 不至于说两眼一摸黑 对吧 只是单纯的去打个卡 还有呢 就是这个历史的暗线 这本书呢 它是给你剖析很多 背后原理性的东西 而且并不是按那个 时间轴来的 那它是按什么呢 比如说气候紊乱 乱世背后的引擎推手 然后中国洪水的简史 那些想长生不老的皇帝 最后怎么死的 然后 与海为敌 一项致命的决策 讲的是这个 所谓的康前盛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康前盛世 被世界反制的130年 不是个真正的盛世 对吧 它是个饥饿的盛世 然后 王朝的末世 西汉末年 怎么一个大帝国 说没就没了 然后 最后的抉择 假申年 也就是1644年 怎么回事 这个崇祯皇帝 为什么要自一殉国 大清是怎么入关的 崇祯皇帝 到底做错了些什么 然后 这些都是背后细节的东西 你看啊 这个 与此同时 清代和明代 清代把明代 逆淘汰的两个 两大表征 太监专制和停账处罚 都隔掉了 有清一代 没有出现一个 独揽大权的太监 也再没有出现过 一例 账责官员的个案 这种说法 是否说明清代 尤其是清初出现了 人才正向淘汰的 良好趋势呢 对不起 答案是否定的 你看 他给你剖析的是 背后的东西 然后平行的对比 纵轴的对比 它是能够让我们 比较清晰的了解一些 背后边边角角的东西 就比如说 今天给大家刚才 在这本书里讲的 康熙 不是康熙去了 乾隆跟华盛顿 都是1799年 驾崩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 这个 这个书里边啊 没有说那么细致 或者说这华盛顿是一个 这个直接放权了 然后呢 就连任了一次之后 就不再当了这么一个人 但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华盛顿当时身体 出现了很大的原因 再加上他本来就 摆弄不了这些议员 所以他才主动就不干了 留下这么一个美名 那美名是个结果 是个结局 但是你也要知道 他当时留下这个美名 是因为他身体出了问题了 对吧 他自己是不想干了 所以才走了的 而乾隆皇帝 你直接这么去看的话 乾隆皇帝当了太长皇 还不放权 那把继续这个 让嘉庆 那把虽然当了皇帝 但是没有直接掌权 好像显得怎么样似的 其实不完全对 那把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 因此发现了吗 这本书里 是不是有跟我观点 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但是你看这书 我这样看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多看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 然后三国实话 12块钱一本薄薄的小书 吕思勉先生史学大家 老先生是188几年出生的 真真正正经历过晚清的人 1884年是中法战争那一年 也就是说吕思勉先生 10岁的时候甲午爆发 甲午战争爆发 然后呢 这个16岁的时候 八国联军侵华 你看看人家这种建文 然后老先生说57年 我没记错 57年去世的 这本书呢叫三国实话 是他给你剖析了很多背后的东西 来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 亲近特别厚 后世却对人淡薄了 诗人都说这是古代的 这个人后情 后世人情薄情 其实不然 亲密的感情是共同生活得来的 所谓的生活的共同 并不限于财产相共 但凡事实上关系都是如此 看到吗 所以有的时候一家人亲近嘛 未必 对不对 所谓的什么四世三公啊 所谓的什么这些 什么这个 分封的当时的那个分封制度 分封完了之后 对面都是家里人 所以就关系好 对吧 能够共归王室 那就是前几代 往后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的暗线 他给你剖析 曹操为什么会胜利 那袁绍为什么会失败 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 这个你方畅霸我登场 三国时期背后的这个势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2块钱还包邮 你可以直接跟这样的一位 史学大家对话 你去看一看 这样一个真正经历过 近代炮火硝烟诞生的 这样的一个史学大家 用他们那个年代的史学观点 给你剖析很多 背后的这些原理性的东西 而且孩子们在初高中的历史考试 和语文考试当中 都会有吕思勉先生的这个 书籍里边的选段 当成他们的材料题 所以这本书啊 推荐大家可以去拍一拍 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 俄尔古拿河的右岸 毛奖的这个获奖作品 俄尔古拿河的右岸呢 也是十几块钱的一本 十几块吗 那一本书哈 十六块钱 还包邮 马上拿找这事去 俄尔古拿河右岸 池子健老师的作品 毛奖获奖作品 讲述的是东北地区 厄伦春族 厄温克族 伊春族 他们在这个从清末 一直到现代 经历的事情 你要知道他们在的地方呢 其实是这个比较 这个边缘化的地区 他们的生活状态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近似于古代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也只是这个 这个山个巴掌 那个风带到他们而已 就这种感觉 因为近代我们一直被欺凌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更多的 就像是一些被大环境 牵着走的人 而他们本身生存的环境 就已经在牵着他们走了 他们要跟着训路 他们要被各种各样的 自然所选择所淘汰 他们要跟自然做斗争 这本书呢 有点夸张了 说什么这个午夜 就是刚刚午夜 就写死了一个人 没有那么夸张 但这本书的第一视角 就是那位刚刚去世不久的老奶奶 她呢 用她的主观视角 她正好活了一百多岁嘛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漫长的 一个世纪 俄文克人 俄伦春人 伊春人 他们的这些生死离别 确实活到最后的人不多 那么正因为如此 他们给我们平添了一份尊重 他们平添了一份 我们今天会更加珍惜自己生活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不要抱怨自己 现在生活的不好了 比起他们 我们真的已经是非常幸福了 而他们依然不屈不挠的生活着 向大自然 向苍天发出质问 在各种自然当中选择的那个最适合他们的生存方式 并且妥协当中 交织当中 过着他们这样的一生 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 不好而生活 不好而珍惜呢 所以这本毛奖呢 会想作品啊 赤子剑老师的 《俄尔古纳和右岸》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来 《长安的荔枝》 这本书 马伯雍老师的作品 《长安荔枝》呢 讲的是一个叫李善德的人 他呀 跟他的朋友 这个同事吃饭喝酒的时候 结果这个 在醉泰之下 就被这个人们给上了套了 历史上真正杨贵妃吃的荔枝啊 应该是四川那边运来的 数到嘛 所以没有多远 但是呢 这个书里边啊 给安排了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他这荔枝是从岭南运过来的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想想 三天这荔枝是必坏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这个李善德 他就非常的困苦嘛 没办法 这任务你已经接了 所以他把自己人生 所有的智慧 所有能干的这个事情 全都怼上去了 那么最终 那他完成了吗 完成了 真的用了三天的时间 把荔枝从岭南运到了长安 但你看一看 这过程当中 他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那些困局 他又是怎么样一一化解 又有多少人是帮他的 又有多少人是 给他拆台的 以至于最后 李善德当真正完成了这个事情之后 那么他是开心的 还是不开心的 他是觉得 我好开心啊 好伟大啊 我志愿这么厉害 还是觉得这种事以后 再也不要来了 我干脆归隐德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好的一本书 《长安的李芝》 马波勇老师的作品 而且非常的精美 一记红尘非子笑 有人知识 李芝来 请问此人是谁 李善德是也 这样的一个人 在大时代下 一个九品的京城小官 面对这样的洪流 面对那些官场之间 而与我诈 勾心斗角 盘根错节的关系 你究竟起起伏伏 沉沉落落 又能得到怎样的人生境遇 李善德的故事 汇聚在这本《长安的李芝》当中 是个小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 小古文 报效小古文呢 是我们最近直播间里面 卖的特别特别好的 一套这个书籍哈 然后这个书呢 它是很适合孩子们 去给这个文言文 做一个铺垫的 这样的一个书籍啊 然后这个书呢 它是这个样子 大家孩子们在这个 初中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是一定会学文言文了 高中就更难了 那么肯定大部分人 对于这个文言文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 抵触和不愿意学的 但不能因为这样 你就不学呀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哈 你看它是用这种 有原文 有译文 然后前边呢 是这样的 搞笑的小故事 看啊 有一个庸俗的人 他每天都想着 自己的豪宅里 有哪些东西 不相衬 于是他请来一位大师 大师您尽管扔 我不差钱 大师掐指一算 还真有一件 最该扔的就是你 瞎说什么大实话 来我们看这个历史原文 一俗汉造译精士 世中罗列 古文书画 无一不备 克制问曰 此中若有不相衬者 性指教 当去之 克曰 见见俱经 只有一物可去 主人问 是何物 答曰 就是足下 那就是你 你看这边 俗汉就是庸俗的男人 然后京士就是精美的房子 罗列就是陈列 背就是俱背 俱就是兜 尤其俱这个字 维言文考试经常考 然后足下就是对 这个别人的尊称 而且足下也代表木鸡 就我们穿的那个木鸡 英连鸡齿硬仓台 那个鸡也是足下 一文在这写着 然后下边有这个码 大家可以去扫 到时候有这个朗读版和报效版 大家可以去看 报效小古文 三本书 推荐大家可以给孩子们去拍一拍 非常非常有意思 与其你将来 等到这个初高中的时候 学文言文没意思 那时候再去补 你不如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就先看这些幽默的文言文 增加你的这个知识底蕴 知识的厚重感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 对吧 以后再学的时候 也不至于那么的困难 推荐给大家 OK了吧 行 好了 明天见 明天休息 后天见 拜拜 辛苦小小 辛苦小小 没有没有 冯凤啊 冯凤今天三场 很辛苦 我们接下来这场呢 接着跟大家来推荐 刚才呢 在咱们大号直播间 声音OK吗 OK 刚才在大号直播间 有看到过 雨晖 还有阿莱老师一起访谈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拍到我们的陈埃落定呢 如果还没有拍陈埃落定 还有云中记的 这两个书呢 是可以一起拍回去 这个是成人看 然后云中记呢 如果你的孩子是在初中以上 也可以尝试去看了 阿莱老师呢 他获得了摩顿文学奖 文笔非常之好 作为一个藏族的同胞 他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又能用如此优美的语言 写出这种大奖作品 大家真的可以感受一下 很多朋友看这个电视剧啊 觉得这个题材 第一 虽然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但是看完之后 内心满满的感动 内心满满的爱恨情仇 所浇灌出来的那种感觉 会非常非常的充盈 所以很多人在 看这个书之后 会觉得很美 是内心当中 突然对这片神奇的土地 对这个宗教之下 人们在战乱时代 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对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所长出来的那个 我们不太能说它的名字的 那种神奇的植物 带来的灾难 会有一种非常非常沉痛 但是却深刻的感受 所以在《陈埃落定》这本书中 你会看到同样的 但是比 对